因前前中心新村儿童公园发生儿童使用邮拒收藏意外事件 引起各界对邮拒安全议题的讨论 对此,先月宁如洋见前会同国发会等相关单位 一同前往该公园实地会刊 国发会也邀请顾问公司到上讨论 研议邮拒安全改善需求及方案 判情组将其改善为符合新规范的安全邮拒 项目前来讲,我们公共设施的一发现那个问题点 我们立刻已经找了顾问公司来帮我们协助检查 预计大概一个月内会把整体规划一下 当然我们规划完毕以后会拙散的局部慢慢的把它改善 经费能致应预许下,我们慢慢的把它处理 这部分也谢谢我们的林医院的关心 后续来讲,我们会赶快尽快把它改善完成 那目前来讲,现在有些邮局已经过于老旧的 可能不符合现行法规的 我们可能就会逐步把它改善成新的符合规定的 目前来讲,我们新的一定是符合法规的设置完成 包括我们现在的地点,现在有些厚度不足的部分 我们真的会整体去规划 县议员林如阳表示 近期发生儿童在中心新村儿童公园游玩受伤事件 也在第一时间联络国发会主任 感谢国发会立即封闭造成受伤事件的设施 也负责任的启动安全检查程序 此次特别由环境维护组检组长邀请顾问公司 一同进行公园游具全面性会堪 希望在会堪过后能够紧速改善 在上个礼拜因为有孩子在我们的儿童公园 游玩的时候不慎受伤 也引起很多的民意代表 大家都有来到现场来关心 我也马上联络了国发会的主任 也感谢国发会第一时间 除了把造成小朋友受伤的设施先来封闭之外 也非常负责任的 现在派出了国发会我们的同仁 跟顾问公司一起来到现场 做全面勘察的会堪 我们会督促所有的相关单位 将我们的邮聚可以改善得更好 符合安全 让孩子们能够开心快乐的成长 县议员林如阳在会堪过后也进一步指出 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 修正公布后 全台公园邮聚几乎都不符合新规范要求 因此全台各级政府机关 左手进行通盘检讨改善 也期望在规划完工后 能够提供孩子们一个安全出世的场所 记得中最南投采访报道 后期会长期间的偿议员 在后期间的效果上 传统一本地的发展 正如一本地的发展 故意的那种 帮助理员